9月9日,NBA豪门湖人队主教练小沃队在最新接受采访时表示, 球队即将安排新赛季的第一次全场训练赛,而这场五对五的训练赛将由章姆斯率领的老将队, 对阵球哥鲍尔带领的年轻天才队,沃顿表示,湖人的第一场训练赛将是新老阵容之间的强强对话, 老将队这边詹姆斯、龙东和麦基三大总冠军居心领衔,然后是斯蒂芬森和比斯利,实力相当强大, 湖人关心第一场比赛对阵,詹姆斯是两大总冠军,对抗五大年轻天才年轻人这边实力也不弱, 英格拉姆和球哥鲍尔,可分别是2016年和2017年的二轮秀,再加上库兹马和哈特,以及今年的新秀阿格纳, 这样一场训练赛真可谓是星光璀璨,湖人对阵两套强阵,真的让人羡慕不已, 湖人对老板珍妮巴斯,甚至有意公开对外出售比赛的门票,湖人欢迎第一场比赛对阵, 湖人,詹姆斯是两大总冠军,对抗五大年轻天才彼者认为, 这场比赛将是新赛季虎人队伤读冠入历城的新起点, 湖人会在这第一场训练赛里,好好的交代湖人的年轻人们如何做人如何打球 好